中国古代 预言故事 时无惊粗 明朝家境年间 有位称为芝芝史的官吏 对饮食特别讲究 常常因为饭菜做得不可口 责骂不下 郡县的长官每次接待他都很紧张 他的老师刘玲过去担任国公部上述 已经退休回家 听到这件事后心里很难过 决心找个机会教育一下自己的学生 一天 芝芝史来拜访老师 刘玲很高兴 对学生说 我本想设言款待你 又怕误了你的公事 就吃顿便饭吧 不过你师娘不在 没人下厨张罗 家常便饭吃得下吗 等到过了中午 还不见有人布置宴席 芝芝史饿得实在难受 又不好意思催促 只好忍着 好不容易等到饭菜端上来 芝芝史一看 竟是一盆粗米饭和一盆豆腐菜 这在平时他是难以瞎咽的 但到这时候 他已经饿得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 顾不得说什么 端起碗来 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一连吃了三碗 觉得十分香甜 直到不能再吃了 才放下筷子 这时 琉璃的仆人又端出山珍海味 特别丰盛 摆满了桌子 琉璃又硬让他吃 可是他怎么也吃不下去 只好推辞 这时老师开口说 饮食本来没有粗细之分 饥饿时吃起来就香 饱肚食就难以下口 你说对吗 直至使听后十分惭愧 连连点头 他向老师保证 以后再也不挑饭食了 饮食唯有绝对的粗细之分 饿食粗茶淡饭是香的 吃饱饭后 即使美味佳肴也难以下咽 这说明 人在物质享受上是没有穷尽的 在物质条件好的时候 一定要想到艰苦的环境条件